这几年,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在网络上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 喜欢郭德纲的人说他饥饿如愁,性恶直爽,从来不向别人低头 而不喜欢郭德纲的人说他牙子必爆,小家子气,心眼太小了 12月12号知名的主持人,足球评论员董璐老师 在自己直播的时候讲述了一段自己跟郭德纲的往事 言语间对郭德纲颇有些不满 董璐说自己当年跟郭德纲一起主持了一个综艺节目 当时自己一期节目的劳务费是6万块钱 郭德纲那个时候刚红,一期节目是10万块钱 可是没想到郭德纲跑到自己面前跟自己炫耀 说我现在一期节目10万块,不错吧 董璐说郭德纲就是一种爆发户的心态 但是跟自己面上还过得去 真正跟郭德纲决裂是因为一件小事 董璐说自己当时不知道 李晶和云维都退出了德云社 正好碰上有两个人的演出,自己就去看了 可是没想到这件事被郭德纲知道以后 就跟自己形同陌路了,断绝了来往 董璐当时也有脾气 跟郭德纲闹掰了以后 直接去主持了曹云金的新书发布会 他跟郭德纲也从曾经的好朋友 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 董璐的这番言论自然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支持他,也有人质疑他是蹭热度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 那么郭德纲的做法虽然有些极端 却也可以理解 因为人家董璐看李晶的演出 就不跟人家来往 心眼未免有些太小了 德云社烧饼结婚的时候 李晶还去参加婚礼了 难道郭德纲要因为这件事 把烧饼也开除了吗 而支持郭德纲的人觉得 当初何云为李晶等人 跟郭德纲几乎是彻底反目成仇 董璐跑去跟人家打得火热 郭德纲心里觉得不舒服 也是可以理解的 董璐说的话毕竟是他的一面之词 郭德纲心眼就是再小 也不太可能因为董璐看了个演出 就跟他彻底决裂 两个人毕竟一起工作过 可能还是存在某些误会 正所谓冤家一解不一结 如果能消除误会 重归于好 对两个人来说或许更好 好 好